这里是沙美老街 那金门的老街就是真正跟台湾不一样 它保留了最原始的 完全没有修建过的 这种老式的街道 那这条街道其实讲它的历史 非常的久了 它几乎有三百多年了 那这里目前大部分是没有人住了 因为呢长时间 这个房子损毁了 没有整修 再加上巷道狭窄 所以这里的村民都搬圈出去外面了 这里就剩下这一些 它却是金门曾经最热尿的一条街 因为这条老街 以前几乎都是商店街 几乎每一间都是做生意的店面 那因为以前38年 金门跟厦门是可以相通的 那要经过这一条老街 到渡口坐船去厦门 所以要经过它 甚至从厦门回来 也要经过这条街 所以非常的热闹 但是现在呢几乎已经十间九间都搬出去了 在以前这条街又有八卦街之称 就是它有八街八巷八路 所以小孩子以前很喜欢来到这边 就玩捉迷茶 所以现在呢虽然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热闹 可是现在反而以前有一些喜欢怀旧味的 这种古早味的 反而最喜欢逛这种 有以前这种老式的这种街道的感觉